當話在中山路一段 清晨有小客車 不知道為什麼高速撞到路旁翻覆 那車上四個人 有三個乘客自己爬出 那這駕駛是受困在車內 沒有生命跡象 好幾台車撞成一團 車輛還冒出白煙 9號晚間國一雲林大皮路段上 發生汽車追撞車禍 邱信跟誠信駕駛發生追撞 兩個人下車查看時 後方車輛疑似是開啟自動駕駛 沒注意路況才會大力撞上 導致車上的唐信女乘客不幸身亡 並向前撥擊四輛車 造成一人身亡三人受傷 另外在彰化同樣是死亡車禍 彰性駕駛車上載著三名乘客 行經中山路一段時 不知道什麼原因失控 撞上冷行道的花圃 整台車向前噴飛最後翻覆 附近的店家也被波及 車身撞擊後嚴重變形 三名乘客受到輕傷自行爬出 但駕駛受困在座位 消防人員將車門撬開 但駕駛救出後送醫仍然不治 警方表示駕駛人是否因為禁數 或是糾紛造成意外 都還要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者方中辰 林一峰 江志南 綜合報導